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 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於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說一下孕婦的失眠 我知道很多孕婦因為有胎兒 經常都輾轉反則 睡不著 或者有很多事情想 睡不著 那袁醫生有什麼辦法解決呢 尤其是失眠 尤其是孕婦到最後三個月下 在最後三個月下 肚子又很大又很重 睡的姿勢其實是很難找的 一般來說 最簡單的垂肢就是躺在背上 腳就屈曲 找一個大的枕頭就佔著它 就是這個最容易的 最舒服的姿勢 但始終你都會鑽來鑽去的 不可以固定地睡一晚 所以孕婦往往都會出現這些失眠的問題 尤其到最後三個月 好了 大家都聽過是維他命B杂 B杂其實是幫助我們的神經系統的 有些人精神不夠就會用B杂的 但其實B杂 因為它處理神經系統 其實亦都幫助我們睡覺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可以採用B杂多的食物 包括完整的谷類 葉綠的綠葉的蔬菜 還有麥胚胎 那個wheat germ 還有一些食物可以幫助我們睡覺 例如火腿 Turkey 雞 Tuna 豆腐 豆奶 還有一些沒有加糖的乳酪 這些食物可以刺激我們的血清素 這個血清素可以這麼說 是我們身體的神經傳達物質 幫助我們睡覺 還有它也是低糖的 即是火雞肉 Tuna 豆腐 這些都會幫助我們刺激我們的血清素 淋燻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吃一些零食 都是用火雞 火雞 火雞是白肉多些 雞 用雞 用雞 來餅乾 夾一些火雞肉 那 孕婦很多時候 都是比較上鈣和尾都比較低的 那這兩種的礦物鹽 也都幫助我們睡眠得安寧些 所以吃多些熱綠素的食物 芝麻 還有葵花籽 Sunflower seeds 還有燕蜜 燕蜜 Ox 杏仁 和Walnut 這些食物 都會幫助我們增加鈣和尾 好了 那有什麼不好喝 不好吃 好明顯是什麼 不要喝咖啡 怕睡不著 咖啡因那些食物 大家知道有些人 就是淋睡 或者晚上那一頓 就不要喝咖啡因 就是咖啡 和奶茶 有些人喝奶茶 就是這樣吃的 那些綠茶 都會有這個問題 那 那你就要再加一些 就是 那些醇糖的 就是那些精年糖的食物 譬如什麼呢 譬如那個巧克力 嗯 OK 那 這個呢 都要避免的 是 這些全部要避免的食物 就是糖分高的食物 咖啡因那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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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避免的 好了 那有些什麼天然的處方呢 可以令到好睡一點呢 好了 那剛才所說呢 就說呢 那些鈣骨也很重要的 嗯 那通常呢 鈣骨的那個 那個進補呢 就是那個我們叫做 supplement的用法呢 通常呢 都是500mg鈣 250mg鈣 都是2對1的比例 那 那有些人呢 就會 覺得就是 黃昏 就是不要乎乎乎乎吃了 嗯 黃昏那時開始用了 或者是日間吃都會幫助的 那就是自己試一下 就是哪個時間服食呢 是對你最大幫助了 那還有就是Camomile 楊鑑菇 黃鑑菇 黃鑑菇 那這個呢 Camomile呢 是會令你放鬆 那層肌是要放鬆的 那晚上 黃昏那時 喝杯Camomile Tea 就是 如果你不要喝那些 咖啡因的茶呢 就喝Camomile Tea 就幫助 那也有些是那個 那個軟裝的 膠囊裝的 那同外療法方面呢 有些什麼工具可以用到的 同外療法呢 同類相似 嗯 即是說呢 什麼能夠令到你產生的問題呢 那樣東西呢 也都可以幫助你 處理這個問題 是 那同外療法的一個療劑呢 是什麼呢 是咖啡 哦 咖啡 Cruid Coffee 是咖啡 很有趣哦 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呢 咖啡是會什麼 導致我們什麼 精神 睡不著的 咖啡 咖啡 那些人呢 睡不著的時候呢 他會怎樣的 那個人呢 就是頭腦很清醒 眼光光 是 這種這樣的症狀 那些症狀 都足夠的了 那份能三十絲 好了 另外一個療劑呢 就是呂宋汪 呂宋汪呢 呂宋汪呢 通常呢 因為情緒的 因素 可能是因為不開心 或者有些情緒的失落 那樣 那通常這些人呢 就是會 不開心的時候呢 就會不受控制 地哭泣的 又沒有胃口 那個情緒的波動 都很厲害的 那呂宋汪的人呢 當她不開心的時候呢 日間呢 你經常會聽她呢 是喵聲嘆氣的 嗯 很深的嘆氣 你會看到這樣的症狀 那還有呢 有時候呢 晚上睡覺呢 那些肌肉呢 是會抽一下抽一下 那樣的 那很明顯呢 是神經系統那種緊張 導致她 那這個呂宋汪的那個症狀 通常呢 是一種喵聲嘆氣啊 很緊張啊 有些不開心的東西導致她的 好了 另外一種呢 就是 Cali-phosphate Protessium phosphate 那這個通常呢 可以用在一個療劑 或者是纖維炎 就是那個份量會低一點的 通常這個是 在同一個療法 在纖維炎裡面呢 是叫做什麼呢 是補神經系統的 嗯 Nervine 補神經系統的 那就是如果有些人呢 是因為神經 因為工作太過勞了 用腦太多了 跟著呢 整個神經系統呢 就是崩潰了 累到死 但是也都睡不著 很多時候都是的 失眠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這種情況的 他雖然知道腦太累了 神經系統已經崩潰了 但是仍然是睡不著的 那就可以考慮呢 就用那個 鱗 鱗 鱗 Cali-phosphate 這個療劑的 好了 那還有啦 如果一個人呢 是孕婦 在懷孕期間呢 是很多憂慮 很緊張 很多不安 走來走去 那之後早 晚上 零 那個午餐 12點1 2點鐘之間呢 整個人都醒了 那 還有這些人呢 通常呢 就是有一種如美主義者的 那同時呢 就有很多不安全 不安全 還有很多恐懼呢 這種感覺 那是什麼呢 是生 即是身形的人 生矮型的人呢 通常是這樣的 它是很嚴謹的 要求很高的 但是呢 整天好像是滿足不了 騰騰鎮 怕來怕去 尤其是呢 午餐 Midnight 到兩點鐘 是特別醒呢 這種這樣的型 就是身形的失眠狀態 好了 還有一個呢 就是 硫磺 硫磺型的人呢 通常是睡不著 因為覺得 哎呀好熱啊 熱到呢 就是睡不著啊 還有呢 又周身痕啊 那樣子 那很多時候呢 流氓型的人流是熱的 是不是火山流氓呢 那人很熱呢 通常呢 就睡覺呢 一腳呢 就要伸出皮那裡 伸出皮的 突出皮的 還有喜歡呢 吃那些辣的東西啊 chili的東西 還有那些 冰冰凍的水 那種是流氓型的人的 失眠的症狀 那當然啦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處理的 失眠的工具也很多啦 那有種呢 我們叫做體質水療 我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次了 在我們用的體質水療裡面呢 差不多一個小時的療程裡面呢 我就會用一些很冷很熱的毛巾呢 敷那個胸背 交替來敷落的胸部 還有背部 然後我用那個 太空小凌晶呢 調理那個整個神經系統呢 在過程裡面呢 我就會用一個 德國的光療機呢 幫你那個細胞的能量清洗的 那這是我們的體質水療 我是在我們的診所裡面呢 很多孕婦呢 我都是建議他呢 就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呢 令到他呢 他將來呢 是順產的機會大很多很多的 那還有一些就是那個 當然要減低的壓力感啦 有很多時候呢 就 雖然是一件喜事 但是也是一種很壓力的 因為他都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怎麼做好 尤其現在的家庭 如果是一些小家庭呢 很多時候呢 他好像很孤獨 沒有人能幫到他的 那他有一種壓力感 那這個呢 我們想這方面呢 多方面呢 要做得好一些 就是要減低 要和自己減壓的 好了 其他方面呢 就是那個 陳希所說呢 睡的方面呢 因為有一個大的肚腩在這裡 有寶寶的重量 那所以呢 盡量呢 就用一些枕頭 沾著那個背部 或者承托著那個腹部 或者呢 在那個膝蓋之間 就是 令到你自己呢 是睡得更加舒服的 嗯 OK 那 通常呢 如果有時候呢 你真的 仍然都睡不到的時候呢 那 一種做法呢 都是呢 就是 不要睡在床那裏 起床 做一些其他簡單的事情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處理的方法 就不要呢 就在這裏睡在這裏 緊張緊張 看著個鐘 這個就是 絕對是最不好的做法 那我們最近呢 都有一種新的工具 那 不妨和現在和大家介紹一下呢 就是一種微循環的那個 那個儀器的 增強我們的微循環的 其實有一種新的發現 其實我們人的健康問題呢 很多時候 隨著我們的年齡腦 即是腦呢 腦化呢 就開始呢 就多病的 那其中一個原因呢 他們就說呢 是因為我們的身體 那個循環系統出現問題 那當然呢 循環系統 那大家一講都知道了 有大血管 有大動物 也有靜脈 那這個呢 是佔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裡面呢 是大約30%左右而已 原來其他的循環呢 是什麼呢 是微循環系統 就是我們微絲血管 那你知道呢 微絲血管是供應 我們的身體的組織 還有我們的身體的細胞 反而大血管呢 就去不到那些地方的 那我們的身體的血管呢 如果我們將它排為一條 長的血管呢 是可以圍繞地球兩周 哇 是這麼多的 很多人想一想不到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的微循環系統 是弱了呢 是會大大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那最近呢 我現在有一種新的工具呢 就是幫助我們的身體呢 是出進我們的微循環系統的 那所以很多 很多健康上的問題呢 我都開始呢 可以應用這個很好的 簡單的方法了 那所以呢 在那個 那個處理孕婦的 那個失眠的問題呢 其實呢 在治療醫療裡面 是有很多很多 有效的工具來的 嗯 那孕婦呢 不用擔心啦 因為大家孕婦都知道 不想吃西藥的 是的 在懷孕期間 其實是很多很多 這方面的工具 所以我們最近呢 遭到很多集呢 都是講孕婦遇到的問題 因為孕婦的問題呢 在孕婦期間呢 是用治療醫療 是最安全的 是的 多謝完醫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一下這個電話 和完醫生 完約回診 25773798 可愛的聽眾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完醫生網上回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到YouTube 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謝謝完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Bye Bye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www.healthshop.com.hk